早安 各位今天是4月12日星期三 早上隔夜美股沒有大動大 三大指數走勢分歧 在觀望今晚美國公佈的通脹數據CPI 看看會否影響到美國聯儲局加息的步伐 港股今早輕微疲軟一些 大約在20,400點以上 不過也要看看可否短期 找到20,600點以上的轉強 否則都是震盪 比較悶悶當中 留意科技股近日都有捱固 恆訊及巴巴早段跌百分之二左緊 暫時觀望視況未有明朗的方向